在日本,黑猪通常指的是黑毛和黑皮肤的猪品种 也被称为黑豚Couributa 它是一种高品质的猪肉 因其肉质鲜嫩多汁,脂肪分布均匀而备受喜爱 以下是关于日本黑猪、黑豚的一些信息 品质和口感,黑猪的猪肉质地细嫩 富有口感并且具有较高的脂肪含量 这使得黑猪肉更加多汁和香甜,肉质鲜美 它的脂肪纹理分布均匀 给肉品带来了独特的口感和风味 养殖环境,黑猪在日本被精心饲养 通常采用传统的养殖方式 注重猪汁的健康和饲料的品质 它们通常在清洁、宽敞的养殖场中生长 食用天然饲料,这有助于产生高品质的肉质 料理方式,黑猪肉在日本的料理中有广泛的应用 它可以用来制作各种猪肉料理 如烧烤、炖煮、炒菜和烤肉串 黑猪肉也经常用来制作传统的日本料理 如黑豚炒饭、黑豚生姜炒、黑豚肉串等 地方特色 不同地区的黑猪可能会有一些特色品种 如鹿尔岛县的黑豚和伊豆市的伊豆黑猪 这些地方特色的黑猪在当地享有盛誉 并被当作特产推广和供应 黑猪黑豚是日本高品质猪肉的代表之一 享有很高的声誉 它的独特风味和口感使其成为日本料理中的真品 备受日本人和游客的喜爱 如果你对猪肉料理感兴趣 不妨尝试一下正宗的日本黑猪料理 品味其独特的风味